BGM BGM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在韓庫福山 今天呢要來吃的呢就是 我們new cheese 推薦的 釜山拷貝 想說趁這次來釜山的時候呢 一定要來吃看看 而且釜山烤沛就是蛮有名的 大家来釜山一定要记得要吃海鲜吃烤沛 比较是台湾吃不到的料理方式啦 所以我也蛮推荐的 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赫然发现这里有QGEEANS 就是他官方的合作 然后你进去就会看到他们的那个Vlog 他们玩富山的Vlog 所以这一家真的是QGEEANS来过的好不好 很推荐大家来富山呢 一定要记得吃烤贝 因为富山靠海嘛 所以很多那种海鲜会比较便宜一点 虽然我们在观光地方 那应该是没有比较便宜啦 但是这场旁边就是嗨 超美的 然后这边是那个荧幕点餐非常方便 烤贝来了 超浮夸 还好今天有我们的小伙伴陪我 我才能点 不然一个人吃不下那么多啊 我没有你那么厉害哦 我没有那么厉害哦 你想看自己的哦 OK 而且他是NEW JEANS粉丝 有买专辑 看买专辑的粉丝哦 吃买专辑一定很厉害啦 没有啊 你会买一些周边啊 什么LINE的那个啊 好吧 小粉丝小粉丝 来打卡 现在要来开考啦 应该就 你要小心那被我加字 好可怕 是自己来吗 因为还没有好意思啊 你谢谢那个小哥 他刚刚说我们都无助了 然后就说 需要帮你们去说明一下吗 就帮我们烤好了第一份 但剩下来的还是要靠自己啦 好吃耶 很新鲜很新鲜 然后我想要先吃 我们的拉米哦 你敢吃辣吧 嗯 好香哦 超辣哦 嗯 是我喜欢那种 偏硬的 他们有很大一碗 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 几个人分 对 三四个人分也OK啦 还有很多海鲜 好酷 发现拷贝有点困难 就是 很容易失败 好了 给你 看到吗 吃鲍鱼 好吃好吃 再来吃个杯 嗯 这个里面是什么 就是杯 他刚把那个大扇杯放进去 它每个海鲜真的是很新鲜 然后很好入口 没有任何行为 因为你其实不太敢吃有行为对不对 完全不吃 内脏就是给到爆裂兔 这个也可以吃了 怎么样怎么样 蛮浓的 它有很多 洋葱 对 洋葱 起司 有点浓烫的感觉 嗯 感觉超烫的 我也来吃 你看看我吃 它很开胃 是吗 是吗 有种酸酸甜甜辣辣的 不知道是 它这样到底加 为什么会酸甜啊 啊 因为它原本是奶油 它在加那个 韩国的那个 红色的那个酱 拿来沾贝壳的酱 不知道它中文是什么 冲酱 但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很烫 是不是很烫 很小心 所以是这个酱有点酸酸的 对对对对 可以拿来沾贝 它在米池吃起来很像粉红酱 印大利的那种粉红酱 蛮好吃的 它又把杯剪得小小的 然后跟 奶油洋葱酱全部炒在一起 吃肉脂肪的感觉 对肉脂肪的感觉 它其实分量不算多耶 我们这样吃几个扇贝 一个人大概吃了四个 我们是点两人份 其实不太多 对 满刚好多 就是一定要另外再点一些 它有炒饭 然后有泡面这样 但蛮好玩的啦 因为台湾比较不会这样吃 吃个小菜 好吃 而且它的上面都很好分 这是新鲜的症 没错 听说啦 不会是听说的 而且其实蛮好烤的 对 其实放上去也不太会脚炒 因为就有贝壳子那里吃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 靠它里面也有虾 看起来超好吃的 不知不觉 快烤完了耶 剩一只鱿鱼跟两颗贝壳 好会吃哦 我们 大蛤蜊 哇 好鲜甜的 满满的海鲜味 哇 哇 好的 吃饱饭之后呢 我们来要去跟海边 别吃的拍照 大家一定想说 诶 就是去一些普通的点没有 我发现韩国人很喜欢在 这边的一条路上面拍 现在就分享给大家 超美的 就是这条可以直接拍到那个列车 看到吗 因为太黄色要来了 就是这样拍过去 就是可以从事拍到 人跟那个列车 就非常可爱 就你如果在什么站的那边拍 其实拍不太到 要在这种地方 就是这条路超级可爱 有个绿色的要过去了 就如果在这边拍 上面就会有列车经过 是不是很可爱 放地图在这边给大家 我们现在跑来搭列车啦 这是我第... 第几次啊? 第三次吧 搭海边列车 然后一样大家要在网上先预约 不然现场很大的机率 会没有位置 拉上来咯 对 非常的美 耶 真的是怎么看都看不利耶 但真的有点可惜啦 就现在是中午的阳光 就没办法 但还是很美 其实在搭一次还是蛮开心的耶 就很觉得 风景还是很漂亮 外面真的很漂亮 过了海路 大家真的一定要一定要搭 拜托 来福山一定要搭 没搭过 就是真的白来了 白来了 好的我们搭完列车啦 搭完列车后呢 还要再分享一个 厉害的拍照点给大家 我们刚从那边搭过来 微浮站之后呢 微浮站这边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咖啡厅 就是这一家 他就在站的前面一点点哦 这边就是总站 就是搭车的地方 然后往前走一点点 就可以走到这间咖啡厅 这间咖啡厅呢 就是可以直接拍到 背后室列车的照片 超级无敌可爱的 一定要带你们去 直接一次把 釜山观望列车 避去的地方 通过告诉大家 就是这间 但是不可能 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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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算了 大家就记得存起来 他就这样走上去 走走走走走走 然后来刚好一台列车 就可以拍到 因为他上面是那个 有点像顶楼感的 就roof top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 直接从那边这样 往这边拍 就可以拍到 人跟列车的照片 而且可以一次拍到很多台哦 我觉得我这张釜山到底是错 我已经错过很多东西 我去想去吃一间餐厅 然后那间餐厅一个主要的东西卖光 然后又很多很关店的关啊 这样子的 好啦你们帮我来啦 这一间这一间 我放一下 IG的照片给大家看 给大家参考在这边 好的做完列车啦 刚刚去吃了烤杯 然后也做了列车 也分享一个列车拍照景点 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目前来福山 第一个美的这个海边列车 不管你是搭上面的那个缆车 或是下面的那个比较快的 我都觉得很值得 很漂亮 沿路的风景非常非常漂亮 我推荐可以去乘回乘搭不同的车 这样两个都有体验到 然后又可以好好的玩福山 非常有福山的海边的特色 这样子 好那这支影片呢 就分享给大家讲 大家下次来海明台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要记得去吃烤杯 然后搭缆车 然后还有 搭拍照 哈哈哈哈 好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影片就不然喜欢 别留意我们的留言 最后爱就好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谢谢大家拜拜